在刚开始的时候,这个专业的形象也很重要 第一个,那服装啊,语气监控部的时候 或者打电话的时候,其实有个电话礼仪的 或者发电邮,不要以为我打个字 后面的你这个语气,连英文也是一样的 我们做海外代理的话,聊天的这个语气也是不一样的 它从这个方面能展示你的形象 第一个是你的个人的形象 还有一个是专业的形象 你是不是做专业 这个是要求比较高的 一定是有一个专业的形象 要有一个客户形象 比如说你做客户,尤其是做海外,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就是的时候你要跟一个客户,跟一个代理 要跟个一个月,两个月,三个月 那么在这跟进的过程当中,慢慢慢慢 你要展示给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你不要专业,对吧 哪怕你不太懂,你自己去要去研究 你拿来了就回复给人家,很生命的 这个就不是专业的形象 这个慢慢来,但是也一定是要以这个为目标 去要求阻定,这个是专业的形象